不同年龄制作隐形房,三岁玩家。 哎呀,这回你们可找对人了。 我做的隐形房可以说天下无敌,就请你们睁戴眼镜看好了。 你们看,我的房子现在升起来了,但是平常我们可以让它隐藏在地下,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,跟隐形完全没区别。 七岁玩家。 三岁做的不就是升降房子吗?我制作的房子才是真的能隐形。 首先,我们随便使用方块随便制作一个这样的房子,接着在房子的侧面放上一个转轴方块和开关,然后在房子的正前方放一个机械臂,使用扳手把它激活,再放上开关启动就大功告成了。 你们看房子直接就隐形了,牛不牛,要是想让房子出现就把开关关了,再把转轴方块给敲掉就行了,你们看房子一秒就回来了。 十岁玩家。 哎呀,怎么这么早就比赛?我都还没有睡醒呢?算了,赶紧坐完回去睡觉。 首先进入出发器,点击事件,点击玩家,选择玩家进入区域,把这个区域选在你方便的地方。 接着点击动作,点击玩家,找到改变玩家位置,这个位置选择你自己家。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,你们看面前什么也没有,但是往前走就会进入我们自己的房子,是不是牛逼得很。 十五岁玩家。 隐形房还需要制作吗?我一直都住在隐形房里。 你们看这就是我的房子,是不是完全看不出油墙?我们现在打开门进去。 记得要关门以防小偷进来。 小伙伴们你们说我做的是不是最好。 不同人制作热气球,新手制作热气球。 今天的挑战听起来怎么有点浪漫,要是能和花小楼一起做上去该多好呀。 快醒醒,你是来比赛的,不是来做梦的。 制作热气球首先需要打开资源库,在资源库里搜索热气球,然后下载一个你觉得最喜欢的模型。 下载好以后进去插件库,找到一个可以驯服为做起的生物,把它的模型换成我们刚下好的热气球模型。 最后我们进入游戏把它放出来驯服就大功告成了。 你们看我们现在就坐在了热气球里,牛不牛? 大神制作热气球。 金手那做的算什么热气球呀? 先不说模型是别人做的,它那样子也飞不起来呀。 还是来看看我制作的热气球吧。 因为制作的时间太长了,所以我直接就做好了。 我做的是小恐龙热气球,现在我们就坐上去试一试它的效果。 我这个热气球可花了我很多的心思,而且不只能做一个人。 小伙伴们可以和我联机一起体验。 不同人制作碰碰车,新手制作碰碰车。 碰碰车不是游乐场里的项目吗? 我每次去游乐场都能把别人撞飞。 今天就让我来教你们制作好玩的碰碰车。 首先我们拿出任意方块往地上叠,叠到一定高度以后就横着叠, 大概叠个十几个就行了。 然后把一开始叠的方块敲掉,再拿出轨道铺在这个方块上面。 记得一定要刚好连成一个圈。 最后放上过山车就大功告成了。 你们看我现在就在玩碰碰车撞来撞去的可好玩了。 大神制作碰碰车。 新手制作的碰碰车挺有意思啊,不过我记得碰碰车怎么是在地上玩的, 所以我做的才是真正的碰碰车。 首先在地上放一个机械车间,接着在车间里面放上无线引擎和座椅, 还有两个转向车轮和两个动力车轮。 这些都放好以后把它生成出来。 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扳手把它变成机械胶囊, 然后放在碰碰车厂里玩了。 我玩碰碰车自称第二,没人敢说第一。 小伙伴们赶紧来跟我一起玩呀。 哇塞,这看得确实不错。 我这就进游戏和你联机。 不同人制作隐身磨合,新手玩家。 隐身不就是障眼法吗? 这个我早就已经会了,想当年,我可是。 好了好了,快做吧。 首先我们拿出方块制作一个房子。 做好以后随便找一个角落挖一个地洞。 再拿出地心方块铺在入口这里, 然后拿出绿色的地毯把房子里面的地面全部遮挡起来就大功告成了。 表演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打开门进入房子, 再把门给关上, 然后抓紧跑到地洞的位置跳进去躲起来, 这样别人进来就会以为我们隐身了, 牛不牛? 大神玩家。 新手做的那个也太大了吧。 叫他隐身房子还差不多, 还是看我来教小伙伴们制作吧。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这么小的方格就可以了。 然后打开出发器, 点击事件, 点击玩家, 选择玩家进入区域, 把这个区域框选在做好的方格里。 接着点击动作, 点击玩家, 找到改变玩家位置, 这个位置设置在你想去的地方就行了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效果。 你看只要一靠近盒子就会被传送走, 不知道的人就会以为我们隐身了, 其实我们早就不在那个地方了。 这次你们可找对人了, 我可是玩滑板的超级高手, 所以做滑板当然也不在话下。 首先放一个机械车间, 在里面分别放上两个转向车轮和两个动力车轮, 接着拿出任意导电方块铺在上面。 方块铺好以后在上面放上驾驶座和动力引擎, 最后把它生成就大功告成了。 你们看我的滑板就做好了, 只需要做到驾驶座上就能启动它了。 你在做的是滑板吗? 我怎么感觉做的像是四轮摩托车? 大神制作滑板。 新手那做的是个啥呀? 哪有那么大轮子的滑板? 还是看我来制作真正的滑板吧。 首先我们需要使用方块像我这样制作一个滑板的模型。 接着我们拿出模型工具台放在地上, 把这个滑板生成为投掷物。 最后我们把滑板扔出来, 记得一定要让滑板的面朝上, 再拿出重力手套把它给举起来。 你们看我这个滑板牛不牛, 能在天上无限飞行。 哇塞,这也太厉害了。 那岂不是以后去里头, 都不用坐飞机。 不同人让动物成精, 新手玩家。 让动物成精还不是简简单单, 不管什么动物我都能让它成精。 你是打气筒吗? 这么能吹? 首先我们拿出铁栅栏, 在地上做一个牛圈, 接着拿出牛把它放进去, 然后我们进入插件库, 在插件库里找到生物牛, 把它的模型换成牛魔王, 然后我们进入游戏,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刚才的牛变成了牛魔王。 真是无语, 他妈给无语开门, 无语到家了。 大神玩家, 新手真是要笑死我了, 搞了半天就弄出这么个玩意, 做教程看来还是得看我大神的。 首先我们打开触发器, 点击事件, 点击生物, 选择生物, 受到伤害, 接着点击动作, 再点击生物, 找到改变生物外观, 把生物外观换成你想换的人物角色, 现在不管你点击什么生物都会变成设好的皮肤, 这不就是让生物成精了吗? 大神果然不一样, 真是牛逼他妈给牛逼开门, 牛逼到家了。 不同人制作家门, 新手玩家。 今天的比赛也没说做什么门呀, 那我不管了, 随便做一个我拿手的。 你们看, 这就是我做的自动门, 只要靠近就会自动开门, 非常的方便。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, 那要是有小偷来怎么办? 大神玩家。 新手做的门确实挺高科技的, 但是一点都不实用, 我做的门还能赚钱呢。 哎呀, 累死我了, 可算是做好了。 那你这段门怎么赚钱呀? 我这个门正常点击可打不开, 只有在垃圾桶里放入宝石, 门才会打开。 那这样的话, 别人想进我家的话, 我不就能赚钱了吗? Oh my god! 三岁玩家。 挖沙人挖沙魂, 挖沙都是人上人, 我爸可是村里有名的挖沙人。 他早就把挖沙子的绝迹传给了我, 我先给你们讲一下原理, 你们看面前有很高的沙块, 我们把最后一格挖了, 放上一根火把, 就能把所有沙块全部挖掉, 有了这个方法, 我们挖沙的时候就可以先往地下挖, 挖到沙子的底部以后, 把这里挖掉放上火把, 就能轻松挖去沙块啦。 七岁玩家。 三岁那个方法确实还不错, 但是和我的方法一比还是太慢了, 现在就看我表演吧。 首先打开触发器, 点击事件, 点击方块, 选择创建方块, 接着, 点击动作, 点击方块, 找到区域替换方块, 选择事件中的位置, 弹宽高全都设置成一格。 第一个方块类型选择沙块, 第二个方块类型选择石块, 然后点开动作, 点击方块, 选择破坏方块就大功告成了, 现在我们随便在地上放一个方块, 就会把沙块全部破坏掉, 牛不牛。 十二岁玩家。 七岁的方法挖得确实很快, 但是掉落的全是石块, 难道我们挖沙不是为了获得沙块吗? 所以冠军非我莫属, 首先在地上挖一个三格深, 三格长的坑, 在这里放上一个机械推拉臂, 拿出扳手给它激活一下, 接着在下面放上新能产生器, 还有这里放上电能线, 现在已经完成一半了, 接着进入触发器, 设置一个这样的触发器,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效果吧。 你们看沙块就像喷泉一样, 源源不断地被喷出来, 这么多沙块一辈子也用不完。 不同人制作隐藏楼梯, 新手玩家。 粉丝朋友们, 我新手来了。 一个新手哪来的粉丝? 这次的比赛我不是第一, 就是第二。 废话, 一共就两个眼。 制作隐藏楼梯, 首先需要在地上挖一个两格宽的坑, 挖好以后需要在坑里摆满推拉机械臂, 用扳手把所有的机械臂都激活一下。 接着在推拉机械臂上放上台阶, 然后拿出电能线铺在坑的两边。 最后装上两个开关启动就大功告成了。 你们看现在隐藏的楼梯启动了, 爬上百米高空都没问题。 大神玩家 我承认新手玩家做的是不错, 但是他那个那么高也不实用啊, 还是看我来教你们制作一个实用的隐藏楼梯。 你们看, 我坐的隐藏楼梯就大功告成了, 平常不用的时候就可以隐藏在墙里面, 想用的时候启动开关就会推出来, 一点也不占用空间, 而且和其他的楼梯一模一样完全没区别。